大家好,欢迎来到新视野,我是浩天 4月23号星期二,川普的封口飞案开庭进入第二天 前《国家问寻报》出版人大卫·佩克再次出庭 详细讲述了他是如何提出采用捕杀策略 拦截有关川普的负面报道 本来,检方想借这些故事证明川普干预2016年大选 但是,听完这些故事之后,给人的印象确实,川普是无辜的 特别是,在提到川普还有一名私生子时 更让人相信,华盛顿陷害川普从2015年就开始了 在说川普的封口飞案之前,我们先说一下川普的财富 星期二,川普在其新上市的公司《川普媒体与科技集团》中 获得3600万股收益分红 让他的财富突然增加了12亿美元 这是该公司首次公开募股时激励措施的一部分 根据一份监管文件 川普想要获得这些额外的股票 除了他目前持有的7800万股 约占57%的股份外 还需要在30个交易日内的任何20个 股票交易价格达到或超过每股17.5美元 3月26日,该股票以川普的名字缩写DJT正式上市 4月23日,正好是第30个交易日 当天的股价为32.56美元 这意味着 在收获了这份额外的收益分红之后 川普将拥有约1.15亿股股票 市面价值总计为37美元 这笔意外财富将缓解川普 因法律诉讼而面临越来越大的财务压力 目前,川普的股票还不稳定 显示,川普支持者与做空资本的博弈十分激烈 这类似于三年前的GameStop股票大战 川普支持者购买股票并非为了投资 而是为了支持川普 事实上,自上市以来 公司经历了一段坎坷的旅程 3月26日是第一个交易日 股票达到了每股79.38美元的峰值 随后持续下跌 公司首席执行官德湾·努内斯 指责一些投资者通过卖空形式操纵股票 公司的许多股东都是个人投资者和川普的支持者 努内斯曾告诉福克斯新闻商业频道 大约有60万散户投资者购买了川普的股票 构成了川普媒体与科技集团最令人惊奇的部分 上周,努内斯还告诉Newsmax 我们没有任何机构华盛顿的资金为零 通常做空者介入他们认为会贬值的股票 然后立即在市场上出售股票以获得现金 随后如果股价下跌 交易者就会以较低的价格购买该股票 然后将股票返还给最初介入股票的交易公司 4月23号 川普媒体这段在一份声明中说 虽然卖空是合法的 但他希望向相信公司未来的长期股东提供有关建议 如何防止其股票被用于做空交易 包括选择退出允许经纪人出售股票的证券借贷计划 以及确保股票不传入保证金账户中 有一位观众曾告诉我们 自己的股票被莫名其妙地借用了 还获得了一点利息 可能就是因为不小心加入了经纪人的证券借贷计划 股市充满陷阱 政界充满黑暗 尤其是道德不受约束的时代 我们从川普封口费案第二天的庭审中 更有深刻的体会 星期二是封口费案开庭第二天 当天上午 曼哈顿刑事法庭 就川普是否违反禁言令和藐视法庭 举行了听证会 纽约最高法院法官国安没有上 没有立即就违反禁言令的指控 做出裁决 在法庭上 这位检察官的第一位证人 前国家万寻报老板 大卫·佩克 在星期二再次出庭 他透露 川普提出要做DNA测试 以反驳他与川普大厦的一名女佣 生下了私生子的虚假报道 佩克今年72岁 作为知名花边小报的负责人 他专门收集这些资料 并花钱买断这些新闻 以阻止破坏性的指控 在媒体上发酵 影响川普的大选前景 事实上 自从2015年 川普走下川普大厦的福气 决定竞选美国总统 并誓言要抽干华山顿沼泽时 有关川普的逃色新闻就开始了 佩克在作战时说 我们使用了支票版新闻 我们为报道付费 当有人像这样竞选公职时 一些女性通常会给国家问寻报 这样的杂志打电话 试图推销他们的故事 佩克向12名陪审员 描述了2015年8月 在川普大厦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 其中包括当时川普的中间人 但后来背叛川普的律师 麦克尔·克恩 佩克和川普有几十年的交往 他告诉川普 自己愿意成为川普的眼睛和耳朵 测试在市场上听到的任何事情 捕杀任何关于川普的负面消息 或者关于买断女人的故事 双方同意 佩克将会通知克恩 这样他就可以购买这些故事的本权 让这些故事不会被发表 在法庭上 检察官乔西·斯坦格拉斯 询问佩克 他与川普大厦前门位 迪诺·萨都金的交易 2015年年底 佩克说 霍华德得到了一个故事的线索 霍华德是《国家万寻报》的编辑 全名叫迪伦·霍华德 佩克说 迪伦在市场上听到了一个故事 说唐纳的川普和川普大厦的一个女仆 生下了一个私生子 而这个女仆在川普的顶藏公寓工作 于是 佩克立即打电话给克恩 告诉他看门人和管家的名字 克恩告诉他 这个故事绝对不是真的 满位·萨都金随后签署了一番协议 让佩克拥有这个故事的独家版权 佩克说 克恩向他表示感谢 并说老板会很高兴的 老板自治川普 佩克说 克恩告诉他 川普先生会做DNA测试 他是德意爱尔兰人 而这个女人是西班牙裔 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佩克回应道 我告诉迈克尔克恩 没有必要做DNA 我们会审查这个故事 之后 国家问询报 聘弃了一名私人瞻探 证实这个故事 绝对是百分之一千的不真实 佩克说 我们为此支付了三万美元 因为如果这一消息 传到了另一家出版物 或媒体那里 将会让川普的竞选团队非常尴尬 他说 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 他可能会成为 自猫王去世之后 国家问询报最大的故事 在佩克讲这个故事时 就在被告写上的川普多次摇头 但提到猫王时 川普笑了 在法庭上 佩克还提到 他曾提醒川普注意花花公子模特 凯伦·麦克·道格尔的欢外情指控 当时 佩克意识到 有媒体机构愿意购买 麦克·道格尔与川普的绯闻 于是 国家问询报采访了麦克·道格尔 佩克向科恩汇报了最新情况 科恩很紧张 他建议通过加密的应用程序 Signal 而不是固定电话交谈 以防止被窃听 在谈到麦克·道格尔的情况时 川普曾打电话给佩克 说我不相信任何报道 后来 佩克也捕杀了这条新闻 并告诉国家问询报编辑 这是高度机密 佩克告诉陪审团 他从上世纪80年代就认识川普 并一起为一本名叫 《川普风格的》杂志工作 他说 川普是国家问询报的头版常客 一项调查发现 该杂志80%的读者表示 如果川普竞选总统 他们会支持他 佩克还形容川普对对金钱的方式 非常谨慎和非常节俭 并称他是商业上的微观管理者 作为检方的证人 佩克也说出了一些似乎对川普不利的话 但总体来说 我们从庭审的文字记录中体会到 美国政治充满黑暗 处处有陷阱 事实上 从2015年开始 华盛顿势力就害怕川普上台 不仅构陷了川普通俄门 更有层出不穷的所谓废闻 试图从政治上搞垮川普 从名誉上搞臭川普 进入2024年 特别是随着大选的临近 作为华盛顿政客 拜登准备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赦免100多万非法移民 让他们成为合法选民 来对抗中院正在推动的立法 4月23日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拜登正在考虑发布一项行政命令 赦免100多万与美国公民结婚 但被禁止获得绿卡的非法移民 据称 这一计划将在2024年大选之前完成 尽管移民 甚至是那些非法居住在美国的移民 在与美国公民结婚后 通常能获得美国的公民身份 但进展缓慢 而大规模的总统赦免并不常见 通常 这些被剥夺公民身份的人 一个主要原因是 他们过去曾多次非法入境 或伪造法律文件 白宫消息人士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 为最初没有获得公民身份的 美国公民的派偶 实施就地假释计划 就地假释 类似于国土安全部的做法 他们在边境接纳了数十万非法移民 使用人道主义假释 让这些移民向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提出庇护申请 据移民倡导组织FDW-US估计 目前大约有110万非法移民 与美国公民结婚 对于拜登的新举动 据说很容易实施 因为针对与退伍军人结婚的 无证移民 已经有了一个影响较小的版本 报道说 该身份是暂时的 并将急于移民 获得工作许可和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 虽然这一行政行动的细节 还没有敲定或获得批准 但在政府提出的一系列其他想法中 又添加了采取核选项 来解决另一个移民群体的传言 报道没有指明核选项是什么 也没有说明另一个移民群体是什么 但一位官员说 白宫已经讨论了 在大选前宣布这一措施 作为一项 可能会让移民倡导者 感到不安的行政命令之后的组合权 此外 拜登的团队还制定了 古巴、海地、尼加拉瓜 和委内瑞拉的假释计划 该计划允许来自这四个国家的 三万名寻求庇护者 每月申请飞抵美国机场 据统计 从2024年1月到2024年2月 有超过32万无证移民飞抵美国 该计划随后受到了广泛批评 移民研究中心的一项分析发现 这些外国人中的绝大多数 都飞往了佛罗里达州的曼阿密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不愿意透露这些移民将飞往美国的哪些城市 但一些移民倡导者说 由于过去的违规行为 而被拒绝身份或绿卡的移民 可以追溯到他们小时候 他们正在推动改变 关于释放非法移民的目的 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说过很多次 4月12日 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泰德·科鲁兹 在星期日早间期货节目中 告诉福克斯新闻主持人 马利亚·巴底罗姆 拜登政府允许非法移民入侵 就是为了继续掌权 愿意滥用权力藐视法律 举悉 自2021年1月拜登上台以来 大约有1000万到1200万非法移民进入美国 这个数字相当于41个州的人口总和 为了阻止非公民通过简单的汽车选民法 即在申请驾驶执照时 就可以很容易地进行选民登记 4月12日 中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拜访了川普 阐述了非法移民成为选民的严重问题 并誓言要推动一项立法 要求任何在联邦选举中登记投票的人 必须证明自己的公民身份 并要求各州将非公民的选民从名单中删除 显然 拜登已经意识到 国会如果通过立法 将会阻止上千万非法移民成为选民 所以他就避开国会 而是通过总统行政命令 赦免100多万非法移民 将他们变成民主党的票仓 好 我们先说这些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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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